台南公园里面竟然有人在这里种凤梨 不止如此更厉害了 还有人把这里当作藏宝的地方挖洞 挖起来发现的是宝物箱 另外更厉害了 还有私设羽毛球场 明明是公园绿地 怎么地上被埋了塑胶压条 原来这是球场边界线 再仔细看这里一区 隔壁也一区 都用同样的胶条围成羽球场 仔细数一数 至少11座公园几乎成了体育馆 公园被运动团体占据打球跳舞 常年践踏土壤硬化 甚至还有人在这里挖地洞 私设置物箱当藏宝区 夸张的还有人开辟开心农场 重凤梨当农夫 公务局一发现赶紧派人来收割 水果的话 我倒觉得就有点夸张 所以我就是不必 自己在家中间好人 就不用装到外面 这就把他扫掉了 因为我也不去问谁装的 因为也抓不到凶手 我落地 然后在上面用一个 用一个线状的一些压条 直接把那个电线给他压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羽毛球场 是简易的羽球场 台南公园遭占地设球场 还一度成了农场 除掉凤梨 市府也在进行协调 如何兼顾民众运动需求 又不破坏公务和生态 也派保全巡逻维护 但再怎么做 似乎都只是亡羊补牢 记者杨中明 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